这棵小叶狼鱼是传统造型的人工苗 先前的枝条养得很长 枝条和树干比例不是很合适 剪掉不需要的枝条在造型的同时缩短灌符 枝条缩短以后树干和树干比例就会更像一棵老树 这个类型的人工苗比较适合用于练习盆景的制作 因为弯曲的造型已经做好 只需要进行修剪和枝条的取舍就可以了 狼鱼生长比较快 修剪次数也会更多一些 即使剪错了 很快就会萌发出更多的枝条 很多朋友中喷井 只是为了爱好和美化家居环境 不一定要有很高的艺术追求 经过修剪能够更好看一些 修剪的过程也能让我们有片刻的宁静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橙柳是一个非常好的盆景素材 它的名字有很多 各地的叫法还不一样 因为第一次接触橙柳 刚开始真不知道怎么修剪 随着逐渐的修整枝叶 根据老枝叶会自然下垂的特点 把几个枝干也略微调整了向下弯曲 准备做成一颗垂柳的造型 叶片如果不经过梳理修剪的话 中间部分很容易因为光线不足而枯萎 也容易长成团状没有下垂的感觉 所以我剪掉了三分之一的叶子 有些叶子密集的地方不容易上铝线 用铝线拉低一些 橙柳的生长习性现在我还不是很了解 只有慢慢养护慢慢积累经验 玩盆景很多经验都必须自己动手 才能真正的去体会 光靠书本上的知识很难养好盆景 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动手 一起学盆景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